空气清净机是去除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以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设备 这些设备通常被宣传为对过敏和气传患者有益 并能减少或消除二手烟 商业级空气清净机被制造为小型独立装置或可连接到医疗 工业和商业行业中的空气处理装置 阿和或HVAC装置的较大装置空气清净机也可用于工业中 在加工之前去除空气中的杂质 空气清净机可以去除室内空气中的多种污染物 包括 1. 粒状物PM到PM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颗粒 包括灰尘 污垢 花粉 霉菌包子 宠物皮屑和烟雾 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VOC是各种家用产品排放的气体 例如油漆 清洁用品和空气清新剂 使用空气清净机对过敏和气喘患者的好处包括 1. 改善空气品质 空气清净机去除空气中的污染物 如灰尘 花粉 雷菌包子 宠物皮屑和其他过敏源 这可以帮助减少或消除过敏和气喘症状 2. 减少二手烟暴露 空气清净机可以去除空气中的二手烟 并降低过敏和气喘患者接触烟草烟物的风险 不 空气清净机不能减少或消除二手烟 空气清净机是去除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 以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设备 然而 它并不能减少或消除二手烟 二手烟是香烟 烟斗或雪加燃烧端产生的烟物 与吸烟者呼出的烟物的混合物 二手烟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 其中至少有250种以致有害 其中70多种以致会致癌 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商业及空气清净机 用于医疗 工业和商业行业 这些包括 1.HPA高效颗粒补给 空气清净机 这是医疗 工业和商业业最常见的空气清净机类型 HPA空气清净机可去除99.97% 的空气中小至0.3微米的威力 包括灰尘 花粉 黴菌包子 宠物皮屑和其他过敏源